大家好,我們在去年8月的時候 我們來到了GTV的黑客松 那時候大家一起跳坑 我們做出了時尚萬人實境的一種大陸遊戲 我們一致募集到了6萬份的罷免建築書 我們一起創造了這個例子 後來我們在12月的時候來到了黑客松 因為我們希望說不要讓罷免只剩下港部人的事情 我們希望是全部人的事情 在這次做的計品網裡頭 成功了在三天之內有一千多篇的計品文 然後也上了許多新聞 讓全台的民眾都可以一起參加這場罷免的遊戲 那當然還是很遺憾的 我們在2月14號的時候 針對罷免第三階段 第三、時尚技術的罷免投票 我們很遺憾的沒有成功 唉,真真很遺憾的 我是戈籃維計畫的台北林先生 我們今天又再度來到這裡 很多人都會問著我們戈籃維計畫的下一步是什麼 針對目前的情況 由於有很多的第三勢力出現 有很多的政黨崛起 所以我們也宣布我們要成立 我們要主黨了 在這邊宣布我們要成立地零勢力 藍尾主黨 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 這個是什麼東西 不過這個不是一個真正的政黨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主黨爛的立委進到立法院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稱為藍尾主黨 然後我們把自己算成地零勢力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這邊我們最主要的核心理念 其實我剛剛也是一句話就講完了 因為罷免就是要讓好的立委留在立法院 讓壞的立委有辦法透過這個機制被淘汰 但是2016的選舉即將來到了 其實有更棒的方法就是 其實最高境界 建法最高境界是不用拿劍的話 那戈藍尾最高境界就是不用拿手助招 只要能夠送好的立委進到立法院 的話何必戈藍尾呢 所以我們要藍尾主黨 主黨爛的立委進入立法院 這是我們今天來到這邊的最主要的目標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 可是因為我們沒有黨產 所以我們需要25%的幫忙 在這邊的話 我們第一個25%是 我們自己已經規劃出了 這個網站平台大概要長什麼樣子 包含說看到候選人 看到各縣市等等之類的東西 那在這邊最重要的是 我們會有的許多的議題 在這邊讓大家看到 讓大家看到說每個議題的爛力有哪些 第二個我們會需要被幫忙的地方的話 我們會需要大量跳坑的志工 在這邊的話感謝NPTT的偽災網友們 我們在昨天晚上投稿之後 現在已經被推爆了 我們相信很短的時間之內 很多會有許多志工 可以過來協助我們 第三個我們需要來個 在野勢力大整合 就是說我們在許多領域 許多被關注領域裡頭 目前我們整體出了9個領域 所以說這邊我們會需要 許多公民團體一起來協助 專業的提供告訴我們說 有哪些領域裡面 有哪些爛的委員 讓民眾知道 這是我們已經開了第四次的會議紀錄 在下一次5月5號的時候 我們繼續邀請各領域 那最後的25%的時候 就是我們會需要大家跳坑的 這邊就是今天來到這邊最主要的理由 我們徵求前端後端 以及所有願意幫忙公民組長 成為我們黨員的夥伴 在這邊我們需要大家 可以達到五大好處 所以謝謝各位 謝謝我的 推廢